字幕提供 社後不理是渣男 負責到底是暖男 封爸買了不怕貴算盤 高島沙發按摩椅 智能聲控 動口不動手 我比較喜歡以前六位數車牌上面有寫 台灣神那種還是七碼車牌 我跟你講我都不喜歡 我比較喜歡日本美國那種有沒有有寫 品川有沒有 那美國會寫佛羅里達 德克薩斯 而且我覺得寫地區還不錯啊 你就知道哪個車是外來的車 你發生什麼事情 要這個查氣也比較簡單 而且那個我看有些美國的車牌 還會有他們當地的一些名產 或是特色在那個車牌上面 他們就會有一個當地的特色 我覺得還不錯啊 就像你講台中車牌用子彈 對不對放幾個子彈還是畫幾支槍 畫一個船 你就可能想說這是基隆 畫一隻石虎 苗栗國 供丸如果一個車牌上面畫兩顆 稍微有一點肉色又黑黑的 這樣看起來會不會有點奇怪 有時候這種不要太認真 你知道嗎 公家機關已經給人家那種 很關骨的感覺了 所以是不是稍微讓它活潑一點 輕鬆一點也不錯啊 對不對 嘉義畫火雞一隻雞躺在那邊 然後噴水一直噴一直噴 一直雞在那邊噴水有沒有 真的啦這個支持一下 那個改起來要花很多錢 然後之前大家分享過 台灣的車牌有一點討厭就是 就是報廢掉就一直淘汰掉 車牌是不能沿用不能延續 我覺得這一點 我覺得有點浪費資源 他們可能覺得這樣管理比較容易 所以你那個字才會越來越多嘛 數字用不夠之後就英文字加進來 到時候夾以餅丁都進來了 一直淘汰一直淘汰 字再一直加一直加 你想想看喔 我們這一批大牌如果又開始一直報廢 一直報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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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絞囂一直絞囂 到最後牌又要換了 不是一樣意思 你還是得再花一次錢 要重新再重做一次 我相信如果牌可以沿用啊 不然我們線上統計啦要不要 假設你們有開車 線上了400個觀眾朋友 假設已經選定了一個號碼 你們自己也覺得還蠻喜歡的 或用的蠻習慣的 撇除掉你們有做壞事 你們有開車去做壞事 撇除掉這些東西 假設你們換了三台車五台車 你們會繼續沿用的打加1 你們如果覺得你會一直想要換車牌 換一台車就換一個車牌 你打減1好不好 我們來統計一下嘛 不是啊你說可以賣特殊車號 你就是比如說我今天這台車 我要沿用車牌 你就收手續費就好了 不是一樣意思 你看都加1 大家都覺得可以 有一個減1的 有一個0.5不發表意見 我想車牌不管是細長或是怎樣都沒關係 不要掛在鼻孔中間就好了 BNW那個鼻孔真的蠻帥的啦 可是掛一個這個 我真的這樣 我看過那個牌我就倒大了 你知道嗎 你看路的很大的平康 中間掛一個大牌這樣 有沒有 沿用可以省頂牌費 沒有啊 你還是要收手續費啊 你不要說政府對不對 沒錢賺嘛 你車牌過戶也收個費用啊 你今天你要掛這個天龍車牌 有沒有 天龍車牌就是你戶籍 要在天龍國 然後車牌上面有一隻龍 有沒有像這個啊 譬如說有一隻龍 天龍車牌有沒有 你車牌上面有一個吉祥物就是龍 那就跟上海那像市中心的車牌一樣 有錢買不到 我跟你說 對不對 要賺錢的方法很多 政府監理站也不用怕賺不到錢嘛 啊不然就是還有一個啊 你可以支援這個換新嘛 比如說我車牌已經換了三台車了 我已經過戶過戶過戶用了三台車 車牌有點舊掉了 那我可以攪回監理站 我花錢 三千五千八千隨便 我可以換新 有監理站承包嘛 啊做一個 欸你的同樣的號碼 翻新的給你 或是做新的給你 舊的銷毀 號碼是一樣的 對不對也可以啊 怎麼要賺錢很多賺的方法吧 QR Code車牌可能就不夠直覺了 你看到人家做壞事開過去 欸QR Code 欸快 搶劫 QR Code 來不及少啦 你還是要直覺 欸天龍逼 五四七八 換一隻龍你就看 欸天龍逼 歹徒上車開走 欸天龍逼 五四七八七八 喔你就馬上就記起來了 超好記 馬上就縮小範圍 車牌黑色自退車有罰則嗎 有啊 你的車如果辨識不易的話 會有罰則喔 車牌退車 肩頸站有保固 欸長姿勢了 要怎麼弄我從來沒弄過 我沒有直接換新的欸 然後大家都說這個雙數偶數比較好 那後面呢數字越大越好 這是一般坊間的說法 是這樣 什麼九九九八六八 喜歡台灣最喜歡八八六八 最喜歡的 九九有沒有八九 我跟你講喔 零八五七 你們如果有上標 我有上標網去看過 零八五七或是五九七八 或是九五二七這種 你想標還標不太到 很早就被選掉了 謝謝你九五二七 要用錢標 那不是你隨便花個兩千三千 就選得到的好不好 那要標 你們想得到的這一些 都是要花錢的 講到這個齁 有一個關於驗車的新聞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現在車子啊 你如果說有改變外觀車設 改頭燈或加裝設備 就是你車身的外觀 已經跟原出廠所登記不一樣 那之前你必須要到公路監理機關 檢驗合格進行變更 那現在你在外面委託的汽車代驗廠 他們除了幫你做定期檢驗跟換照以外 同時還可以受理小型車部分設備變更登記 包含什麼我跟大家分享 變更車身的顏色 然後拆除防撞桿 自放架 備胎架 升降機 補胎的機具 冷凍機 HID LED頭燈 光型 廣告看板 腳盤 拖曳的設備等等 都可以在那邊做變更 紅式變成框式也可以 框式變成平板式也可以 乍式框式變更框式 乍式變更平板式 框式變更平板式 那都是貨車啦 貨車有沒有棚啊 還是只有凹道而已啊 或是小貨車變更再重量 什麼混泥土幫補車 反正有一系列的東西你們可以去查 都可以在驗車代驗廠就可以做變更了 對然後這個幾個東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如果線上有我們的老客戶的 下個禮拜我們今年中秋應該還是沒有辦法辦聚會 所以我們依然用老客戶的抽獎方式 那這次我們準備了應該 總價應該大概十萬塊錢的獎品 那到時候下個禮拜三 就會舉辦老客戶的抽獎活動 好不好 每一年的中秋節我們都會 給老客戶舉辦回饋活動 好不好 以往我們還抽過日本來回機票 阿現在沒辦法出國了 如果以後可以出國我們再抽機票 我覺得這樣我比較省 哈哈哈 你知道嗎 不然我要辦中秋會 而且你辦中秋會不是給人家吃東西而已 你不僅辦了中秋會你還是得再抽獎 所以你再花兩倍錢 好我就把這個錢拿起來 全部來買獎品 給我們的老客戶抽獎 抽到爽 要多老不用跟我們買車的客戶都可以 我們每一年都有辦阿 只要有跟我們買過車的 你每年都可以參加 就算你是八年前買的 你都還是可以參加阿 特獎與獅董共進晚餐 不是特獎是這個 我跟柯P的簽名照 哈哈哈哈哈哈 那再來第二個事情就是 之前喔 我們不是都在周一的時候 會在我們的FB粉絲專頁 上架最新的車子 那之後我們不會在FB上面 再上架車子 好不好 之後FB可能就用來打迪賽 因為最近又發生了很多客人來留言 然後去私訊我們的客人 每一個都私訊 尤其是那個還有新車的 新車舊車都到我這邊拉人 我快受不了了 我坦白講 如果一二手車的一個粉專來講 坦白話講 我們的最終人數算是蠻高的 所以很多的同業阿 我不知道反正現在 人應該也沒什麼道義可言了啦 反正他們都覺得他們在背後拉人 然後我可能都不會知道 可是其實我們的客人都很棒 他會直接來跟我們說 那我已經覺得很煩了 而且其實我管理粉絲專頁 我也覺得很累了 我每次禮拜一要準備上架二三十台車 其實我前一天一定都是要加班的 所以我也累了 以後我們FB就不會在禮拜一 大家也不用等了 我知道有很多客人 他們都已經養成習慣 禮拜一早上 然後都會去等著我們FB上架新車 那之後我們的車就會 不定期的上架在我們的官網 好不好 所以以後大家如果想要看什麼新車 可能就上官網去看吧 少了大家在下面留言 雖然就不那麼熱鬧了 不那麼有儀式感了 雖然是這樣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真的接收到太多的客人反饋 有的一台車PO出來 可能我的粉絲專頁有那種很新的車 比如說一年車還未買一年的車 PO上去以後 那可能就會有業務在那邊拉 我下面只要有40個留言在問價錢 那新車業務就會每一個都去丟私訊 說我有一台領牌車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一個一個去私訊 然後就可能會說 小屎的太貴啦 什麼啦 小屎的怎麼樣 我真的覺得這樣蠻要不得的 就是你到人家的地方來拉客人就算了 那你還去說別人的壞話 那我覺得這樣不是很理想 我可以賣你很便宜啦 可能只比小屎的貴幾萬塊 那你就可以開新車啦 什麼什麼 不過領牌車有一個就是 可能車要先過我的名字喔 才會過給你喔 可能就會有一些彈書嘛 我們的客人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他會覺得說為什麼我買一台車要先過你業務的名字 對不對 你跑掉我怎麼辦 那客人就會給我們一些反饋 這個以前各個廠牌都有啦 我也懶得講了 各個廠牌都有 你想得到的新車廠牌都有 只要我有賣比較新的二手車 就會有一些業務在那邊拉拉拉 他那個顏色藍色的不好啦 我有白的 我們公司有白的什麼什麼 那我之前會公布 我覺得公布也沒什麼屁用 應該也沒什麼道德 算了就公布那個也沒什麼意義 何必去當壞人 那我們就以後的 大家就恭喜大家 不用十點半在那邊等我們的FB更新了 好不好 那也還是很歡迎各位FB有追蹤的觀眾朋友 我就會多在FB發一些汽車相關的新聞 或者是這個太上蛙鼻孔啦 阿呆這個打瞌睡流口水啦 還是阿呆偷偷在看溫妮的照片打打盹兒啊 好 之類的這個 我就多在FB上面跟大家互動 也歡迎大家來互動 其實這樣對我來講我反而輕鬆啦 我整個心 選著一個東西 我其實我可以放下來的 我們FB真的很熱鬧 對很多人會在上面 比如說他追到我們的公車 跟我們的公車的廣告拍照傳給我啦 比如說上次我想要買一個滑板車 然後就會很多人跟我們講啊 然後我就覺得我們的粉絲頁其實是一個活的粉絲頁 你知道嗎 不是像一些粉絲頁 哇好多人訂閱喔 然後PO一個文章按讚三個 按讚五個 我們的粉絲頁不是這種的 而且我認真看過喔 會看我們的粉絲專頁的觀眾都很認真 就是我那一篇文如果PO的不是很得明心的 按讚數就會比較少 然後我PO一個文 如果是大家都很有興趣 哇那按讚數就很多 我就代表說我們的觀眾朋友都很認真在看我們的東西 好我覺得這樣很棒 對 那其實不用PO那些車到FB 其實我省下至少兩三個小時的時間 因為我每次要PO那個東西 我就要花兩三個小時 我要查很多的資料 一台一台的把它刊登上去 然後順便幫大家把新車的規格拉進來 說網址什麼 給大家參考等等 然後我要去計算每一台車 我們這個價錢怎麼賣不會太貴 那大家都賣多少錢 那我們可以賣多少錢 前製作業當然是更長 但是我光PO我就要PO好幾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這樣我也輕鬆啦 符合我這個想要退休的心情 我這樣工作量越來越少 越來越輕鬆 哪一天我就可以退休 這樣也不錯 好不好 那還是這個希望大家有空 粉絲專頁的文章也是都來留言 好不好 直播還是有啦 直播還是會有啦 以後就以官網為主了 好不好FB就沒有了 官網現在的排序就是 是時間新舊 就是你最先看到就是最新的 然後第二個 價錢的排序 我們是有設定一個價錢的區間 我們有設定價錢 你想要找的 比如說是20萬到30萬的車 那你可以去拉價錢的區間 其實也不用太多那個 因為我們車其實上面也沒幾台啊 其實全部看完 應該花不了你三分鐘時間 我們沒那麼多車啦 瀏覽一下就看完了 現在只要打小私汽車 最置頂的就是官網了 以前我的車員是登在 刊登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然後有一些客人真的看習慣了 所以他們知道我禮拜幾會更新 所以他們就會很習慣的去刷 會養成一個習慣去刷 我自己也會喔 手錶往上我真的我就無聊 晚上當然不是每天啦 沒那麼誇張 我就是兩三天想到 我就進去刷一下 看最近有什麼新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真的會養成 所以我會 我要把FBPO車這件事取消 其實我也想了蠻多天的 我覺得那個好像一個儀式感被取消了 你知道嗎 因為對我來講 每個禮拜天晚上 然後我在那邊加班 把這些車更新 然後我就預設嘛 我會設時間 隔天的10點半要上架 對我來講已經是一個必做的事情了 那我相信對很多有在看的觀眾 對他們而言 也許也已經變成一種習慣 我的很多的顧客他即使已經買了車了 他還是會不定期的去上來看 因為我會想知道我的車現在變多少錢 或者是說 欸小事有沒有出了什麼 我新移的車子 可以讓我升級的車子 所以我還是會定期的一直去刷那個網站 我們很多的顧客都會這樣子 所以對我來講我不是說取消很爽 我也是思考了兩天 因為我真的覺得那個是大家一起共同的一個回憶 有人可能這樣刷已經刷好幾年了 有沒有可能 有喔真的有喔 我相信是有的 真的啦那個是一個回憶嘛 沒錯吧 那真的是一個回憶啊 不是我亂講的 啊無奈齁 世間顯惡 人性複雜 我們就把它簡單化好了 因為以前其實我就一直很擔心 當然有客人去跟別人買發生了什麼糾紛 我覺得其實還是會覺得 如果他是因為我這個網站 然後被騙了 我也覺得過意不去啦 畢竟我們是一個平台啊對不對 我不是平台 我變成平台了 我本來是一個私人的社群網路 結果我變成一個平台了 年初剛剛小事買16T牌車 這兩天商駕同車型公里數低了1萬5 價格卻高了差萬賺到了 其實高高低低都有可能啦 所以我也蠻擔心說 你們一直去看說 欸怎麼我的車我剛買 結果我下一台車更便宜 那這一定有可能的 因為車子會越來越便宜嘛 可是還是會讓你們看到 欸漲價了 見鬼了有沒有 如果有比較長期在看我們的車的 其實會發現車價是真的是浮動的 尤其在這一兩年 以前是很穩定的會慢慢下滑 然後現在會浮動你知道嗎 會依照市場狀況 好像有一陣子都買不到某一廠牌的車 那沒辦法 我想要買很多客人在找我只能高一點買 所以欸有些人已經買過的人看到 欸我的車漲價了 有沒有 有些人有些車忽然大出大出 就變熟了 然後有些人說啊怎麼我才剛買 車子都變更便宜了 我車掉價了 早知道我在等一個禮拜再買 有沒有這種狀況也會有 可是我覺得不要想太多啦 這個就是緣分嘛 你就買了就買了 那我相信我自己知道那種感覺啦 剛剛講我買手錶我也會啊 手錶跟二手車都不一樣 手錶會會漲 而且會漲很多的 所以我買了同款手錶以後 我就一直去看 欸我的手錶現在多少錢 那有時候真的會漲 像去年就哇就漲很誇張 然後就很爽 欸我買的手錶漲價很爽很爽 問題是你沒有要把它賣掉 漲價跟你屁事 你沒有要把它賣掉 跌價也不干你的事 你用的很好用 漲跌都跟你沒有關係 好這個車你買了滿意喜歡 有幫助到你生活 漲跌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不要強迫症欸 剛剛有人問旅行車齁 剛好Focus挖公說間諜照被抓到 有人剛剛問說旅行車到底保值性好不好 我覺得很兩極欸 旅行車我覺得目前看起來還算是蠻 有少數的人會買 你像柯P那種有沒有 他就會去買旅行車 我相信也有蠻大一部分的人跟我一樣 覺得旅行車的比例 其實真的有點太長了 我相信這個支持者是有的 但是不喜歡的人也是有的 那總的來說 我覺得保值性應該算不錯 因為其實旅行車的車款 在新車銷售的數字啊 原本它就會比四門的 同款的四門車 或者是先輩車 標準的五門先輩車來的 數量會少很多 算是相對冷門的車子 所以在二手車市場 你想要買一台旅行車 你會覺得它很保值很貴 是因為數量很少 並不是因為它本身很保值 所以我覺得旅行車應該到目前為止還算保值 但是它是有危險的 就是有風險的 你像有一個時期 我印象有一個時期 休旅車剛開始出來 在國人還沒有那麼接受休旅車的時候 當時很多的休旅車的廣告 尤其那個什麼洗不冷有沒有 全家大小載著爸爸媽媽一家三代 然後出去外面露營釣魚的廣告片 哇那時候好多人買休旅車喔 對不對結果買了以後發現什麼 大多數的時間上班一個人開著一台好大台的七人做的 像公車的 在路的在那邊洗一洗 下班自己開著哪那麼大一台車 然後出去停車也不方便 有些機械車尾好像還沒辦法停 過了一陣子啊 忽然就有一個休旅車的一個拋售槽就出來 休旅車掉駕掉到不行 然後那是近年來喔 又慢慢的慢慢的 欸可能大家沒辦法出國 大家這個興起了一個這個郊外踏青 野外露出 不是啊 野外這個野吹 哈哈哈哈 露營蜂巢 開始西家貸券流行 比裝備比配備 比這個營地的高級等等的 反正這興起了這個潮流 住民宿有的沒的都是 最近呢 休旅車旅行車又開始熱起來 但我相信啦 我在猜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也不一定我猜的是對的啦 過個一年兩年 開始可以出國了 大家又意識到 好像我不用那麼大台車了 我要在國內旅遊不如出國 對不對要花差不多的錢 你不要看欸 你要在國內環島 沒有比去日本六天五夜便宜欸 我說之前啦以前啦 以台灣的消費沒有比較便宜欸 我覺得最近的這個狀況是因為 疫情的關係齁 出國沒那麼容易 所以大家就選擇在台灣 我覺得在台灣玩也沒什麼不好的 刺激國內的這個旅遊風潮嘛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啊 晚安啊晚安啊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FRODO 百年欧系刷車品牌 得您信賴 大家晚安 今晚安 1 2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